Hello everyone, in this video, we are going to learn facial features in Chinese 大家好,在这个录像当中,我们要来学如何用中文写五官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首先要写的第一种五官是眉毛 眉毛 所对应的英语是 Eyebrows 我们来写一下 眉 横 折 竖 横 撇 下面是一个目 表示眼睛的目 也就是这是一个像形子 就是在眉毛是长在眼睛的上面的一个部分 所以下面有个目 毛 撇 横 最下面一横最长 树 弯 钩 眉毛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Moe 眉 毛 猫 大家注意一下 眉毛的简称 可以用一个字代替 就是眉 当我们说眉 可以 代表眉毛 两个字 另外呢 看一下 在眉的后面 毛的时候 是一个轻音 这个是A上面没有任何的声调 眉毛 眉毛 那如果单独一个毛字呢 它的读音就是 毛 毛 第二声 当它跟 眉放在一起 就变成轻音 眉毛 我们要写的第二种五官是 眼睛 一眼 眼 肌 阴 睛 眼睛 所对应的英语是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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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眼睛的写法 目字旁 注意中间是两横 日子旁是一横 横 折 横 横 竖 提 撇 那 眼 金 金也是目字旁 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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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口 右边是一个青 青色的青 下面是一个 像月一样 眼睛 我们来更读一下片音 眼 眼 基因 金 那同样呢 眼睛也可以用一个字来简称 那就是眼 眼 就代表眼睛 eyes 好了我们要写的第三种五官是 耳朵 耳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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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个轻音 所对应的英语是 ears 好了我们一起来写一下耳朵这两个字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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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朵 耳朵下面一痕最长 多 撇 耳朵 耳朵弯 耳朵 下面是一个木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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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同时也是花朵的朵 我们一起来更读一下片音 耳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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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耳朵用一个字来表示呢 我们可以用耳这一个字来作为简称 耳 朵 朵 那如果是作为花朵的时候 朵 朵 朵 也是耳朵的朵 朵 这个时候呢 他就读作 第三声 花朵 耳朵 花朵 下面呢我们要写的是 鼻子 鼻子 子 也是一个轻音 所对应的英语是 nose 下面我们就来写一下鼻子这两个汉字 鼻子上面是一个自己的字 注意中间是一个两横 下面呢 是一个 是一个 甜 再下面呢是一横 略位要长一些 下面呢是一撇 一树 鼻 子 子就是子孙的子 鼻子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拼音 波 一 鼻 子 子 轻音 鼻子 如果是用一个字来简称 我们可以用鼻 来简称鼻子 那这个子字呢 如果单独的话是 子 子 是第三声 但是跟鼻子加在一起 就是轻音 我们今天要写的 最后一个五官是 嘴巴 是嘴巴 尾 嘴 巴 巴 嘴巴 所对应的英语是 mouse 我们来一起写一下 嘴巴这两个字 嘴巴的嘴是口字旁 竖 横折 横 竖 横 竖 提 撇 竖 弯 勾 下面是一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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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上掌脚的脚 横 横 竖 竖 嘴 巴 横 折 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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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拼音 字尾 嘴巴巴 如果用一个字来代替呢 我们可以说嘴 或者是呢 我们也可以用口来代替嘴巴 口口 那嘴巴的巴这个字 它的原来的读音是 巴巴 阿里巴巴 第一声 跟嘴在一起就读做轻音 嘴巴 嘴巴 OK,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s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Bye I'll see you next time I'll see you next time